当数据拥有了计算的能力 当数据会赋予算法的力量 当数据开始帮助机器学习 一个新的物种应运而生 我早上四两半我就起来了 我起来以后就是那个什么 反正早上夜的那时候不堵 堵车让在杭州开了九年出租的赵师傅 开工时间越来越早 我有时候找到师傅 一点钟就要爬起了 那时候睡不着了 那时候睡不着了 哎呀说实话 家家又被难解了 就心里有压力的 家里所有的吃喝拉撒 都要靠我一个人去那个什么 去赚回来 在这个城市里 手拥堵困扰的不止赵师傅一个人 因为这两天车被偷了 所以才做过家车呢 在杭州上了三年的大学 过来是对公交 为什么都 太多了 比如说一分钟就是入唱的话 能打五块钱 你堵到那四分钟才跳两块五块钱 只要一个红绿灯就要停了很久 然后经常一个红绿灯也过不了 就是一个红绿灯过不了 还要等第二个绿灯 堵车 似乎已经成为城市生活的一种日常 但有一个人却不这么想 其实城市是一个 本身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发明 我想我们过去几十年 其实做了一些非常伟大的事情 就是把大量的数据数字化了 王坚 多年以来和数据计算打交道 他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数据和计算技术的迅猛发展 是否可以让城市变得更好 技术发展到今天 使得技术跟城市的关系 不只是简单的建设的关系 如果整个城市的数据 都能够融合并在线 没准能解决交通问题 想要解决交通问题 就得先探究一下堵车的原因 就是我忘了是小学几年级的时候 那时候不是学校有那个 有这个叫什么 就是找这个民警来做我们的辅导员的嘛 实际上每个路口啊 都是交警有一个港亭的 反而你坐在那儿 就是有车来的时候 就是看到那车来的时候 它有个手控的东西 我们到他那儿去玩的时候 你都要等一会儿才会来一辆车 你掰掰 你就想这个不是走黑 掰得过来的事情对吧 所以这个还是印象很深的 如今的交通状况 和他记忆中的杭州完全不一样了 我08年到杭州的时候 往那边走的话 大概也就20分钟就到了 完了 你看着到最后 就是可能得四五十分钟才能到 就一点点 一点点堵起来了 在杭州萧山区公安局的大案室里 数据印证了王坚的感觉 90年的时候我们肖山区 机动车只有两万一千六百五十一辆 汽车是四千九百七十辆 目前反正到今年六月底 我们肖山区机动车保有量 已经到五十四万辆 那么道路旅程也没有同步的增加 目前整个杭州市的机动车保有量 已经达到了两百多万辆 修路 现行 加强疏导 似乎都难以缓解拥堵状况 交通是一个难解之体 王坚所说的这个项目叫做城市数据大脑 这个大脑把城市现有的数据资源利用起来 探索和解决交通问题 在城市的发展管理当中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 没有被很好的利用的 就是这个数据资源 在城市的各个角落 每时每刻都有数据诞生 视频监控记录下每辆车的行驶状况 记录下这些车辆的行驶速度和数量 像赵师傅这样的出租车司机 每日用手机接单 看似非常随机 其实他的轨迹 在不经历间都被留了下来 公交车上的刷卡机 记录下有多少人在什么时段 乘坐了公共交通 当城市有数据的时候 实际上需要的就是 怎么来建立一个城市的大脑 让数据能够帮助城市来做思考 来做判断 每天早上七点 赵师傅有两名固定乘客 就是送他的两个儿子上学 大胆在班里面 第一名基本上在第一空 保持在第一名第一人 小的在全班一般情况下 在三名以内 就是他们两个 是我在干活的动力 每天我在外面 不管有多累有多苦 拉得多千多千少 一起想到家里面两个孩子 就没有什么任何的怨道了 现在我这每天第一大任务 就是把两个儿子送到学校 亲眼看见他们两个走进学校的大门口 好了我这心就放下来了 送完孩子正好是早高峰时间 赵师傅并没有去拉活 而是找了个地方停了下来 你要每天基本上这个时候 七点钟的时候 这个路就开始堵起来了 生意都不想做 我空旷的地方一停 等路快跑一下再去跑 一面是养家的压力 一面是堵车的现状 假如城市数据大脑真的能改善交通问题 或许赵师傅的压力会小一些 但这个数据大脑究竟怎么才能建立起来呢 是拿数据来解决交通问题 但实际上用今天比较时髦的话来讲 其实涉及到图像识别的问题 涉及到人工智能的问题 涉及到视频处理的问题 涉及到云计算的问题 涉及到几乎你可以想到的 这个都会碰到了 所以我想呢 就是从技术上也是一个很难的 很难的事情 如此复杂的一个科学问题 就像珠穆拉玛高峰一样 吸引了很多科学家前来挑战 我们这个大数据大数据 其实是谈了很多年 这个大数据的时代 这些数据有没有真正的用起来 能做出多少东西来呢 其实这是还是值得打个问号的 的确是一个大数据的项目 的确是一个很能体现 这个大数据价值的一个项目 从来没有在业界被研究过 或者说到这个程度 这个规模的一个课题 就题目本身就会很兴奋 很嚮往的一个课题 和数据科学家们兴奋的态度 截然不同的是 常年和交通打交道的人 都对此持怀疑态度 一个车流啊 包括交通一个堵塞 是不是完全都能按照历史的数据 来分析这个数据呢 它是一个无序的 它是一个琢磨不透的一个事情 也很可能突然你下20秒钟 这边电瓶车回来人多了 那可能在前面一天 一个月 一年这个时间 这情况不是这样的 我觉得啊 这个东西可能 成机动车 这个是完全可行的 但是我们现在路面管理的难点 就是在一批大量的飞机动车 这个首先你这个数据无法掌握 路上的车辆 行人及各种变量 是否能被数据化 通过这些数据 又能否找到规律呢 朱龙是参与城市大脑项目的一位青年科学家 他是同霍金的学生 艾伦尤尔 其实我们打交道的对象 就是模型 模型就是说来衔接 或者说是做一个手段 来刻画我们感知的这个物理世界 理论物理学的背景 让他认为这个世界上的万事万物 都可以用模型来表达 从物理学上的一个原子 一个粪子是怎么建模 到这个更宏观的一群人的形容 一个社会的形容 随着现在的计算和数据的发展 有更有条件来达到更大的尺度上的一个建模 而城市数据大脑的关键 就是把复杂的路况通过模型表达出来 周五的晚高峰 我们跟随宋警官在路口执勤 想要看看路上的真实状况 真的有可能量化吗 等一下 等一下 这是机动车道 你去到里面去 好 我们慢慢往前高的走 往前高的走 主要我们管理 还是说是管一些信号灯 无法管道的 说是说无法顾及的一些情况 比方说有个交通事故了 那他的信号灯他没办法处理 那么还有一些非机动车行人 因为他有时候自觉性上 跟机动车稍微有点区别 你不懂你在路上骑车 你要学会看红绿灯 这个就是红灯了 红灯你就那边等一下 红绿灯的时候再过来 你现在不用回车 你到前面去 飞机动车行人 现在的这个管控力度 还是要靠更多的靠人工来指挥 来管理 路面上这些不确定因素 科学家们真的能用 人工建模的方法来解决吗 面对这些质疑 猪龙让我们先玩一个小游戏 这里让大家感受一下机器和人的对人脸识别的差异 这里有四组比较有代表性的照片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哪一组照片是同一个人 哪一些不是同一个人 都很像 这个应该就是一个滤镜给换了 应该是同一个人吧 我觉得这是同一个人吧 他们眼睛比较像 这四组照片上的人看起来相似度都非常高 让人一时难以辨认 机器能分辨得出来吗 这里也是机器判定 这个目录下所有这个文件的这个比对结果 96分是对应的是右下角这张图 那我们是机器的有一个预指 是在85分以上 这个会判定为是同一个人 那根据这个结果它就是右下角这张图 是机器会判定为是同一个人 正确答案的确如此 这四张照片中只有右下角这个人是同一个人 机器能够回答出来也是靠对人脸的细节建立模型 机器不依赖于这个化妆或者说这个发型 人反而会被欺骗的一些这种特征 那机器会保留一些它会本质的 比如说两眼之间的这个几何距离 那会在这个上面的几千几万的特征 作为一个综合的判断 所以机器现在已经大大超越了 人能够辨别人像之间这个相似度的这种能力 短发到长发 素颜到化妆 静止到奔跑 大笑到沉默 人脸也是在不断地变化的 但是他们还是能从中提取到上万个不变的特征 进行综合决策 模型加上大量数据的训练 人工智能的发展已经超乎了我们的想象 直觉上好像是说机器是不能做创造的 但我们比如说我们的作曲 比如说我们的艺术上的作画 比如说我们的产品的设计 广告的设计等等 但是在几年之前 我们这个领域已经研究过 怎么通过这些你感受到的 比如说做设计的人 我的字体 我的编排 我的这些感受 这些组合全部都是可以学出一个 人感知起来是一种优美的风格 或者说是这种漂亮的风格 而且做的跟以前的设计师或者艺术家不一样 机器已经一定程度上具备这个能力 朱龙对于交通建模有足够的自信 他认为问题的关键是要有足够的数据 其实从政府角度 它原来体制不是来支持这样的数据分享方式的 我们前面最大最大的工作 其实是把资源判清楚 就是到底有多少数据 到底有多少跟这有关系 到底交通状况怎么样 视频监控的数据 公共交通的数据 在线地图的数据 移动终端的数据 都可以用来解决交通问题 但是想要让这些数据流动起来 困难重重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这些摄像头都是不同时候布的 完了不同部门布的 所以你要问清楚到底有多少 真还不是这些简单的 幸运的是 总有人愿意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我们1000平方公里 我们警察的话 这起码是3000以上 所以说我们小山 目前因为警察的编子没有 我一个大队只有191个人 不管退休的或者生病的 将要退休的多载 道路修建的速度 跟不上车辆增长的速度 与之对比 增速更慢的是交警的警力 尽管交警对这么一个新型大脑 将心将疑 但他们还是决定尝试一下 那么我们没办法的 我们通过增加科技的透露 像科技要精力 我觉得当别人怀疑你的时候 不来阻止你 已经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所以怀疑的时候 还能坚决的 这个坚定的支持 那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史新路是杭州硝山区的主干道 这条路上交通智能设备比较完善 微波 卡口 电警 各方面数据都有 这条路相对的是比较 是几个方面都是比较规范的 周边配套的一小区 酒店也 商场大型商场 草市 学校 这些容易形成独点的因素都有 在硝山交警指挥大厅 有一块巨大的屏幕 上面可以同时显示28路视频信号 专门有几个工作人员 根据这些视频来调节交通状况 相互加援 相互加援 现在 城市大脑拿到了市新路上所有的视频数据 这些大量的视频将会由机器来读懂他们 要人去把一个路口靠视频去把车辆去数出来 听起来是可能的 实际上是行不通的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就是 让机器去做了一件人都不能做的事情 路上的摄像头24小时都在不间断地记录数据 通过算法机器 可以在短时间内把这些视频都看完 看清楚有多少辆车往哪个方向走了 不仅如此 科学家们还在视频中发现了一个意外现象 这个是我们根据交警的手势 就是说如果交警指挥的时候 它的信号是怎么样的 所以说交警没有办法 它跟信号的不一样的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 而且来说明为什么我们做这些事 到里面的基础 先不说怎么改进 就是这个统医的非常好 是用数据先告诉我们 这个省地方就不合理了 本来我们讲红绿灯桥有什么事 是另外的 这是警察就是红绿灯 对 你明白吗 警察就干了说 所以他马上可以下车 要么说警察很高 要么就是红绿灯活着 什么结论 这个是个事发的事情 对吧 视频中显示 在实际工作中 交警会根据现场状况指挥交通 并不一定完全遵照红绿灯的指示 这给了王坚请发 如果能够根据每日的实时路况 实时调控红绿灯 也许会对缓解拥堵 提高效率有帮助 一个干警只能看一个路口 实际上真正你看交通的问题 是每个路口是有关联的 但是跨了几个路口以后 那交警是没有可能联动这件事情 其实今天我们有的数据 至少我们说不能彻底解决问题 但是有条件 至少来改善这个问题 可是有人认为 红绿灯怎么调 都不可能让交通参与者都满意 过这个路口 50米 当时我的相位设置了 红绿灯的放行时间 整个行人35秒钟 那作为一个65岁的老太太 她早上去买菜5点半 她35秒钟 她走不过这个50米的距离 她就打电话说 你们这个相位调食不合理 就这样一个局面 然后你可能作为司机 你看旁边都没有人 没有车了 你怎么还不让我走绿灯呢 所以特别让人难受 城市数据大脑 又会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像我们做这种 城市交通的建模 那就非常像这个打破格牌 我先出 你刚拿到牌的时候 可能会有不同的选择 比如说先做一个顺子 或者说出对子 也可以出单张 四五六 七八九 那我们有一些共通的东西 就是比如说看到堵了 开车的人呢 面对不同策略的时候 他有不同的应对的这个措施 打牌的时候 我们人脑会根据自己手中的牌 上下加出牌的情况 不断地预测和计算 尽量做一个最优的决策 以便最快出完手中的牌 红绿灯的调控也一样 需要不断地预测和计算 以一个综合最优的情况 让车尽量快速地通行 那打牌我们可能是 一般是三个人 五个人甚至七个人 那这里就是说交通这件事情呢 很可能参与的人有几十万人 数据越多 我们人脑判断起来越复杂 而机器恰恰相反 大家的这个思考方式 肯定是说先知道人怎么干 才会知道机器怎么干 但是我想近几年 这个关于这个人工智能也好 积极学习也好 其实慢慢明白一件事情 就是说 你只要找到一定的数据 就可以教会机器怎么来做 科学家们 把萧山市新路上的车流量数据 和红绿灯配饰方案 通过计算机建立了一个模型 不断地迭代和优化 预测的结果是 新的方案会比现有在跑的方案 车数会就是所用的时间 能够减少百分之十 实验的成功 证明用数据来解决交通问题 是行得通的 三个月以前 我们想很深 第一次去杭州市交警区的时候 他们有人说一句话 基本上看看我 他刚刚也不太靠谱 把那个收入计划 他说最好 他说你再去学一点交通控制工程 再来想这件事情 感受非常深的事情是说 我们很运气 就是生活在杭州这个城市 可能你在中国 还找不到这么一个部门 他愿意把一件 大家都没有好好认证过的事情 就交到了这个市政府的手里 这是一个需要巨大勇气的事情 不能说这个数据都是政府的 其实是社会的 就好像是跟土地一样的 那土地当然是资源 但是土地你如果不去开发它 那就是一块荒地 那么数据也一样的 这个数据你沉淀在那边 它是没有价值的 只有把它开发出来才会有价值 那我们想作为政府 哪怕是失败了 我们也应该全力以赴地去支持它 杭州市政府专门为这个项目 成立了一个专项小组 有越来越多的政府机构和企业 愿意把自己的数据融入大脑 一起来向前探索 第一次在交通这件事情上 花那么大的力气 投那么多的智力 我自己觉得也是空前 也是空前绝后的 所以我想这是真的是 大家创造的一个传奇 工作了13个小时的赵师傅 回到家里 这是一天中难得能陪孩子的时间 大的稍微还好一点 还是比较轻范的 小的比较调皮一点 哎呀不过现在小男孩 我觉得很难管的 你稍微放松一下就不行了 也许到数据大脑真正能缓解拥堵的那一天 赵师傅应该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 王坚在想 一个城市拥有如此之多沉睡中的数据 现在有了成熟的云计算 人工智能 机器学习等技术 除了解决交通问题以外 这些数据应该发挥更大的价值 我理想当中的城市大脑就是说 一个城市可以为老百姓 可以为这个社会创造价值的数据 都应该在这个大脑上 我们的各个企业可以很好地利用好这个公共资源 来创造出新的价值 同样的 政府也可以用好这些东西 来更好的服务跟管理这个城市 豪鸟级发射窗口 是刻意而为还是任务所需 这豪鸟级精确度到底意味着什么 敬请收看走进科学 神舟赴约